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想和Simon 一起讲什么呢? 就是讲国安法第43条和附件3 听起来是什么? 听Simon 慢慢讲给大家听 第43条国安法和附件3是什么? 第43条附件3就靠Simon 解释一下 其实附件3就有个题目 题目就是关于冻结、限制、没收及充公财产的势责 让你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涉及到港区国安法里面的第43条 可以说到大部分香港人都集中在那条条例 但就忽略了在2020年7月7日才生后的 涉及到第43条国安法里面的实施细则 涉及到这条实施细则里面的附件3 是一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 先在这个我简称叫做细则里面 说到在某些情况之下 特别是若有一个人 若是因为涉嫌干犯了 遗害国家安全罪的罪行而被拘捕了之后 只要保安局局长经过一些程序 就可以将这个疑犯的资产予以冻结 例如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最近《苹果日报》的主要股东之一 黎智英先生的资产 涉及到《壹传媒》的资产 有約71%左右的持股权 由于涉嫌干犯了国安法里面 其中一条控罪 两条控罪 一条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另一条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两条控罪由于它被拘捕了 亦都已经被检控了 因此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先生 引用了实施细则里面的附件三 进行冻结黎先生的资产 就是这样 冻结了之后 接着会怎样呢 如果日后 假使黎先生是被定罪的话 国安法被定罪 没错 涉及到刚才提及的两条控罪 如果黎先生其中一条被判有罪 而法庭作出刑罚的时间 同样的实施细则里面的附件三 已经提及到法庭可以如何处理黎先生的资产 现在据我所知 黎先生的资产主要被冻结的部分 涉及到一些私人的现金 以及两三个户口的现金 再加上71%左右的壹传媒股份 这些资产到时 如果法庭裁定黎先生罪名成立的话 法庭就可以将有关的资产作出变卖 简单来说 充公 先充公 充公之后 当然我不相信政府会拿着黎先生这些股权 然后就将壹传媒重新运作 因为我相信政府也不是有这样的目的 再加上到时有很多可能性 当充公了黎先生这些股权之后 当然其中一个途径如何处理这些股权 就是政府可以将它拍卖 当然拍卖的过程 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究竟这71%的股权里面 究竟除了资产之外 究竟它是有负债有多少呢 有债权人 也可能有很多债权人 你说的是苹果可能有债权人 没错 现在传媒 就不是那些股份 没错 那些股份就是股份 没错 值多少钱呢 就是由市场决定 没错 到时政府如果决定将那些资产 那些股份 卖出去的时间 我相信政府一定会考虑到 究竟那些股份 会落在什么人手 会不会落在一个爱国者 一来自应第二 尤其是最近 我们港府和内地的官员都很强调 爱国者治港 当然如果有一个危机 将来那些股权落在一个非爱国者手上的时间 那就是可以说 政府就赶走一只狼 就引入一只虎 所以就 怎样处理这些股权 都是有很多未知数的 很有趣 我很久以前就是廉政公署 就是第一代的雇员之一 那时候的ICAC 就是70年代的时候 其实是被捕了不少 那些探长 贪污警察 那些探长 当时有一个六亿员探长 就被捕了 那其实大家没有知道 那些是走了老的 那他走了老 虽然他走了老 但是政府当时 凍结了他一些资产 有楼 有股份 有现金 就是有户口 那当年呢 我记得的就是 他的家人呢 就是隔了很久的时候 就曾经就是要求政府 就是将这些解冻 那 那说真的 他到时 就是到他要求解冻的时候 那个探长呢 已经去世了 已经不在了 但是呢 都是搞了很久 政府都不是很愿意 而出之呢 就好像大家都是情和和解之类 就是之类 但是据我所知呢 当时他持有很多股票 是不是 汇丰我不知道 但是当时那些人 很流行买过汇丰的嘛 如果政府持有这些股票呢 其实他就不会说我买不买 然后交了给庫房 又是庫房决定 究竟我是收利息 还是我卖了它呢 嗯 我记得呢 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物业呢 拿了个权回来 政府就没有动 就没有卖到 那个物业 只是继续收租的 嗯 都有这样的情况 嗯 黎智英 拿着那71%的苹果呢 嗯 很简单一样的 就是我看就是 第一 有没有人有兴趣买 嗯 那个人 是不是特区政府 和中央接受得是爱国者 嗯 你出多少钱 嗯 有没有跟你争 这几个都是重要的问题 例如 现在未必是说真的 嗯 但是例如 小弟周庸 嗯 到时突然间 兴起 觉得我可以去做 《苹果日报》的 嗯 我出钱 我出一毫子一股 现在就是一毫九 嗯 一股的 所以呢 他那手货呢 加加买买 就值三亿多 嗯 譬如 就这么说 周庸 嗯 很有兴趣 经营苹果 那我就 政府你卖不卖给我 那政府就可以看 第一 你出的价钱正不正 嗯 第二 你懂不懂做 嗯 第三 你是否爱国者 如果三个条件都是 买了给我 嗯 那我就变成大股东了 那我相信政府呢 就其实不是很想 就是做大股东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给 啊叶一坚好 啊 张建雄好 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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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一定不可以再给 《苹果日报》 一传媒呢 落入了这些 就是反动者的手中 嗯 那是否周庸真的有兴趣呢 那可以告诉你 现在没有兴趣 将来有没有兴趣 不敢说 是 哈哈 其实 阿西文如果你认识老友 嗯 是做惯新闻网啊 或者做网上的工作啊 做传媒啊 嗯 其实可以叫他们 开始想想 因为如无意外 肥佬黎上车呢 我想都是一两年间的事 就是应该一两年间呢 嗯 就是苹果的股份 就应该进入政府的手中了 预计呢 就是啊 黎先生呢 被定罪的机会 究竟是否高呢 那我相信各位的 就是 观众心目中 一定有一个答案的了 那么 至于他日后的股份 如何处理呢 那么没错 如果是要将那些 一传媒的股份 七十几个百分比 那么多 变坏的时间呢 那当然呢 你讲的绝对对了 政府考虑是否将那些股份 转让给其他人的时间 考虑的其中一个 主要因素之一呢 当然就是究竟会落入 是否一个外国者手中 那么 这一点呢 就是 但是我们作为市民呢 我们其实呢 就是很 很期待 究竟会 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日后究竟 会有 是否有人接受呢 那么如果 譬如周生 你这么有经验 而且又是一个爱国者 其实我也建议你 值得考虑一下 那你先入股 你要帮忙入股才 足够 如果是周生主持的话呢 我就大手入股 大手入股 这个不同了 就是可以想定 整个syndicate 整个集团 到时就是 向政府提出 正如当年曾任权年代 这个正大八向政府提出 不如搞个数码电台 到时的时候 政府就只是对着一个 正经汉提出 就只是批了电台给他 其实这些东西呢 特区政府 一直都有做的 最重要是自己有 不过当时大家不记得 记得的就是觉得 这个曾任权 买了这个 这个正经汉帕 就整了个 就是数码电台的 license 的牌照给他 啊 却又是被这些 黄型的人玩到这 是没错 所以到最后 都是大和解 但是所谓大和解 是不太行的 老实说 赶尽杀绝 我觉得反而是 在香港呢 应该是这样做的 因为呢 如果那些人呢 就是想害你的呢 是勾结了外国势力 是打击你的呢 打击中央 打击香港的呢 他们不会停手的 嗯 我绝对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 讲回第四十三条里面的 实施细则的附件三呢 其实它 它 写开中明而 讲到明呢 是 参照 现在 香港已经是有的法例 包括 比如是 有组织及严重罪案 条例 和那个联合国的 反恐怖主义措施 条例 究竟如何处置 这些这样的资产呢 是其实有特定的程序的 那日后呢 我相信呢 这件案件 涉及这两项控罪 当黎先生 经审讯之后 法庭一有了个裁决之后呢 我们呢 就会很期待 究竟那些股权 如何处理呢 不过有一件事 我都颇为肯定的 就是我相信政府都不会 有兴趣 长渣 没错 接手来营运 营运就没意思了 不过 很现实说一句 你要做一个香港很受欢迎的 新闻网 做到已经有那么多人看的 老实说 一点都不容易 你花的钱 投资的钱很多 现在政府呢 就是 拿了个烟尖堆 回来 一下不过意 收拾了个大尖堆 回来 只是想想那样东西 政府 再回去 有人支持自己 都值得做 至于 是不是周庸买到 没所谓 六个一说一下 不是的 我真是希望你买到 不是 买不买呢 就找来说 老实说 因为这件事 会发生 都应该是两年后的事 两年后 怎知怎 不过我觉得 如果大家 是做开传媒 做开内地传媒 但可以想想 这个 一传媒 到时将来 做成什么 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入股 好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 好再见